横歌一线 精彩不断 卡尔文打算拿出准备已久的戒指向女朋友求婚 但是屡屡被陌生人和同事打断 卡尔文认为或许是上帝在告诉他时机不成熟 他收回了戒指 不多久二战爆发 德国纳粹带来的战争让很多国家民不聊生 卡尔文为了保卫家园决定去服兵役 在走的那天晚上 女朋友对他依依不舍 在最后的时刻 他假装蹲下来系鞋带 趁机拿出戒指向女朋友求婚 可走在前面的女朋友并没有注意到他的举动 他再一次把求婚戒指收了起来 第二天 他与父母弟弟分别 弟弟特意把自己最心爱的小恐龙给了他 参加战争后 卡尔文被指派一项特殊的任务 就是让他去刺杀希特勒 因为他对环境以事物的洞察能力 注定他天生就是干刺杀的了 而且他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一门外语 世界上的语言几乎没有他不会的 他穿着德国纳粹的衣服 牵着一条狗就开始了他的刺杀之旅 最后 他终于发现了真正希特勒的住所 少尉检查了他的私人物 还对他搜了身 发现没有任何的问题 就对他放行了 临上楼 他还不忘对少尉打了一个军领 在进入希特勒房间的过程中 他迅速拿出打火机 酒壶 钢笔 组装成了一把手枪 假装蹲下擦鞋时 从鞋底把子弹拿出来装在枪里 在见到希特勒后 递给他一个文件 当希特勒打开文件 未看到是一纸漫画而惊讶时 卡尔文掏出手枪击毙了他 就这样 卡尔文完美地完成了任务 时光仍然 岁月如梭 转眼间 卡尔文老了 他并没有跟他的女朋友结婚到老 当年 他回家后 女朋友因病离世 带着这份爱 卡尔文孤独到老 本来 他的生活就可以这样平静地度过 在外人看来 他也是一个古怪的老人 几乎 他身边所有的人都不知道 他在二战时期的丰功伪迹 因为他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 包括他的弟弟 有一天 他打算开车回家 三个小会会 抢了他的钱包和汽车 还用烟头烧毁了他 钱包里女朋友的照片 卡尔文三下午初二 解决了三个小会门 尽管他已经老了 但他的身手不减当眼 他也是一个正直的人 外出时 他捡到一张中了奖的六盒彩 他把彩票交给售卖点 告诉店员 如果没人领取 就自己收着 当店员表示友好的 给他的狗食物时 他还向那个店员付了钱 有一天 政府的要职人员找到他 让他再次去执行一个追杀任务 因为有一只大小怪 携带了可怕的病毒 他到之处 都灭绝了 包括人类 为了不让病毒进一步恶化 必须去山里杀死这只怪物 因为卡尔文对这只怪物 所携带的病毒免疫 也只有他能胜任这个任务 卡尔文与弟弟 进行了简单的交代后 就出发了 他在政府的武器库 拿了一把狙击枪 还有一把匕首 背着背包 就走进了大脚怪出没的森林 经过几天的寻找 他终于找到了大脚怪 他用枪打中了大脚怪的脑袋 但是大脚怪还是逃跑了 最后 他在一块岩石上 找到了大脚怪 他以为大脚怪已经死去 正打算验烧他的时候 大脚怪突然攻击了他 在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后 卡尔文失去了自己的猎枪 大脚怪把他压在身下 想掐死他 他从靴子里拿出匕首 重伤了怪物 最后 他拿起猎枪 对着大脚怪说 故事的最后 卡尔文出现在 他与弟弟经常钓鱼的地方 他把当兵前 弟弟送给他的小口龙 交给弟弟 因为在他心里 这是他最在乎的东西 这是一部很有内涵的电影 表面上 卡尔文是一个英雄 有着传奇的一生 可他对英雄这个称号 从来没有放在心里过 他在乎的是 人世间最容易 也是最难得到的爱情和亲情 因为 这才是世界上最值得真爱的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解说不易 希望小伙伴们给陈子点个赞 咱们下期再见